地方动态新闻先来看的是一则戏指区的相关报道 戏指派出所在10号这天早上召开了3月份的治安汇报 所长针对了辖区内的各项警务工作进行了汇整报告 而各里里长们也则是多是针对辖区内的交通问题进行了提报 也有里长对于戏指派出所窃盗案件的破案高效率表达了肯定之意 10号这天早上在这场由戏指派出所所召开的治安汇报上 所辖各里里长都前来与会 所方先进行了各项业务报告后 再由各里长提出里内警务相关提案 各里多聚焦在交通改善的相关问题上 我们里面将中正路这样子转移到西湾路 这个是已经跟改为说机车队 但是汽车不行 因为那个是六里道不能坐商架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现在远景 有时候还是在那边取缔摩托车 这个可能来的话跟当初我们的决议有一个差异 现在那个机车道是可以同行的 建设物的国态医院 它的160项分59项 其实那个建设物它是发明 那之前它一直都是扫黄的 就是警告我们的来车人 就是可能就是它的行车可能速度要浪漫 可是为什么最近我的引运一直打掉环境说 早上突然恢复了这个红灯的标志 那红灯市外接交通告知有故障 因为昨天打了080跟1999 到现在早上还是有故障 希望说有警察系统单位来再直接通报一下 而白云里长则对于系纸派出所的辖区签案高破案率感到认同 系纸派出所所方也强调 房切工作需要各里长和巡守队员们的合作 各里办公处的建议提案 所方基于为民服务的理念一定尽力达成 把警务工作做到最好 如果说有什么新格的意见 立即来提出来 那我们随时来做一个 有效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能够马上处理的 我们会立即去做改善处理 那如果说各机关代表所提出来的有关于非我们警方业务的部分 我们也会来转借有关单位来做处理 除了交通问题改善与房切之外 系纸派出所所方也针对非法赌场和毒品等问题 并列为危害社区安全的两大违法事项 希望各里对于这两大危害与警方共同合作防治 好让辖内各社区共同达到长治久安的长远目标 记者李一帆细致采访报导